这项神经生物科学研讨会的开幕式,由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药理技术主任梁凤才博士主持,并且由国科会副主任委员张明哲致欢迎词。 今天将由八位专家发表专题演讲,内容包括分子神经生物学的展望、神经传递物质的相互作用等。 参加会议的包括美国各大学神经生物专家、一共八位以及我国旅美药理学专家梁凤才、罗浩、何英刚等教授。 他们将就设临床药物实验室以及国内推动新型制药工业等与国内人士交换意见。